大家应该都是想吃饭睡觉这样子 可能有一个演爸吧 是人格分裂的那种 霸道总裁 没拿到第一 对这个不用遗憾 你现在觉得自己红的妈都热搜一了 我们SKY天空少年才刚出道嘛 所以就还是谦虚一点 对这个团有没有什么比较高的期望 不能说会成为最好的之类 但是我觉得 哈喽搜集视频的网友们 大家好 三二一 我们是SKY天空少年 哈喽大家好 我是SKY天空少年团里的小狐狸李希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SKY天空少年左令杰 我是SKY天空少年的fire浑轩 我是SKY天空少年之中很能震的郭震 我是SKY天空少年的小月子左夜 我是SKY天空少年的 正人与人与小王子 大家好 我是SKY天空少年的林莫林 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成团之后第一件事想做的是什么 然后会怎么庆祝 其实大家心里想法就还挺平常的 大家应该都是想吃饭睡觉这样子 补充一下精力 有没有别的人会有些脑洞大胎的想法 我很想去开卡丁车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们七个能一起去开 可以啊 这样吗 对 等我以后赚钱了给你买一个 我不算你观伴 那我觉得我们要去想去团结旅游 我想带我的队友们去蹦一下机 你自己去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让我们更加团结 不要不要不要 亲身实践哦 你看我们当时多团结呀 一起去吧 就明天 全部给我蹦 一句话说一下自己参加这个节目的最大的收获和遗憾 在这个节目里面 然后最大的收获 其实 身体和舞台 遗憾的话 嗯 遗憾也是兄弟 但是 不管怎么遗憾 大家在外面 在江湖再聚 其实我在这个 节目过程中收获了真的非常多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该就是 就是粉丝们吧 从零到现在这个状态 在这里的收获 我觉得要学习到很多东西 然后遗憾的呢 就是 哎 没拿到第一 哎 这个不用遗憾 其实最大收获还蛮多的 因为来这儿 我之前都自己不会化妆 然后来这儿收获了化妆这个技能 给你 这个夏天收获了很多哥哥们 然后还有就是 喜欢我陪伴我的国宝们 对 我的粉丝 我的收获应该是护肤吧 嗯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见证了自己 成长吧 就是可能没有高 没有高的出道 对 这是我自己的遗憾 但也还好 至少还 嗯 上两个热搜 哈哈哈哈 人生中第一个嘛 我记住怎么了嘛 成长了很多也 突破了很多 这是最大的收获 收获的话 我会觉得是 首先是大家 然后兄弟们 还有 那个大家的 熬夜能力 对 确实 就是大家 就是现在 这种熬夜练习啊 什么的 第二天起来精神抖擞 遗憾的话 答应了我的 我的粉丝 A妹们 可以冲得更高的 我觉得 但没关系 就是 一切 还是开始吧 下面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看待流量和任性 其实我一直觉得 一样东西 它既然存在那 就肯定是有它的道理 它是有被需求 所以它才存在极合理 你现在觉得自己红了吗 都热搜一了 我们SKY天空少年才刚出道嘛 所以 就 还是谦虚一点 嗯 就还好啦 就 就努力向 邱老师看齐 对这个团有没有什么 比较高的期望 是不是有一颗 想同的心 我觉得我们的 前 上限应该会挺高的 不能说会 成为最好的之类 但是我觉得 不会差的 大家觉得这个团的 神是颜值的天花板 我后面一定打一架 你有暴力请上哦 你自己看着哦 你给我想问一下 胡文轩今天是为什么哭到停不下来 是什么戳中你的哭点 当当时就是 突然有一个点就 让我觉得在这里的这些东西 就蛮珍贵的 我觉得大家的努力都是有被大家看到的 被所有人看到的 然后左翼杰今天追星成功吗 还有跟张匹迪拥抱 跟张匹迪拥抱的感觉怎么样呀 就是我拥抱了好几下呢 就是第一反应 第一最真实的反应就 挺 就很香 就是对对内的谁的印象 从最初到现在反差最大 胡文轩吧 对 因为最开始就是 就是听说 这个人要来的时候 然后去微博上看了一下 看到边的时候 觉得这个人应该 挺高的 你知道吧 因为看他挺帅的 对 而结果 第一次见到真人过后 然后接触了一下 感觉 我觉得对 是我错了 哈哈 真相是怎么样的 他性格很软 这个 咱们回去说啊 你看 是不是 对 敢不敢爆料一下 吉他成员一个 会让他们偶像 告诉郑翠的小秘密 那就 郑仁宇吧 说实话 大家真的表面上看郑仁宇出台 是不是都觉得是那种 啊又温柔又高冷 然后优雅的那种 感觉很 很一种 有一种忧郁气质的那种小王子唱歌 然后其实私底下接触下来 真的 哇 这个人 好能闹腾 真的好能闹腾 我们 我以为 我以为他平时会很少说话 然后 他在我们这几天排练的时候 嘴真的没有停下来过 你知道吗 就一直在说话 一直在说话 他私底下还特别自恋 对吧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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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次 就就 那个表情 因为之前大家都演了郭静明导演的微电影嘛 然后觉得谁的演技最好 啊刚好我没演过 所以我刚好可以发表这个评论 胡文轩那个 那个戏的时候 哇 看哭了 然后 那节目都是让我 我觉得他们演技都超好 李希侃有 有 没剧情吧 是跳舞的 哦对对对 所以 哎对对 都都非常不错 那左叶那一幕跟左林杰那个 哈哈 对吧 大水大石 大水大石 我们说一下就是大家日常 相处的私下话风是怎么样的 你能形容一下吗 嗯 就是 播不了的状态 哈哈哈 好那你说这样就能播了吧 这私底下的状态就是会比较平啊 最平 就是互相开玩笑了 未来如果有机会演戏的话 大家分别说一下最想挑战的角色吧 想演啊 我啥都想演 有机会多找我 我不 嗯 对 我想演 反派 哦 我们俩一样 一样 我也一样 然后我想演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些角色 就是比较忧郁 然后各种各样的情绪化的内容 什么都难演 nice 我刚刚想说这一句 那你 铜上 铜上就好了 铜上 跟我可能表面形象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 就是可能有一个演爸爸之类 演爸爸 你这个想法 就是这样 呃 那个郭震啊 那种 哈哈哈 其实我还是比较想 我最想挑战是人格分裂的那种 霸道总裁 哇 好可以 你为什么想要演我 你告诉我 就是我们六个有这么 让你奢望吗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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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